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今天,让我们聊一聊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例 这还是一个假冒高级官员诈骗案 你可能会想,这种诈骗是不是只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才有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人们接触到的外界信息有限,容易被骗 但其实不然,这个案例发生在充斥着互联网信息的新时代 这个故事的始末是怎样的 这个骗子是如何被揭穿的呢 让我们从头来仔细到来 事情的关键,竟与一场葬礼密切相关 2007年4月5日,也就是清明节那天 在浙江省临海市梅西镇,一场规模浩大的葬礼正在举行 车队沿着山墙公路排成长龙,哀乐声声,场面悲壮 在送葬的队伍中,有一群人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身着统一的黑色制服,肃穆庄严,高举滑圈,步伐沉重 在队伍前列,一个中年男子手捧骨灰河,面容悲痛至极 那么,这个男子是谁? 在当地许多老百姓的心中 他是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局长张明权 而骨灰河中则是他已故的女友,同样是该局的人事处长郑杰 但你们听说过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吗? 没有,因为这样的机构根本不存在 这不正说明他是个骗子吗?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2007年1月26日晚 郑杰在北京因酒驾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十年仅28岁 张明权悲痛欲绝,决定为亲女友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在这之前,他花费了50万 在故乡购置了近两亩山地 为郑杰修建了豪华的陵墓 这座陵墓全由大理石构建 还特意建立一个名为志爱亭的亭台 墓碑上刻着烈士爱妻郑杰之墓,署名张明权 这场风光无限的葬礼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并很快被网友传到了网络上 网民们看到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字眼纷纷表示困惑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单位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曝光 这一消息也引起了司法部和公安部门的注意 此时,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分局 已陆续接到与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相关的报警电话 其中大多涉及到投资问题 北京市警方随即立案调查 张明权的真面目也渐渐浮出水面 2008年10月 北京警方终于彻底揭开了所谓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真面目 这个山寨局由张明权及其几名核心成员一手搭建 他们最终也都被法律制裁 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审讯 发现从2004年起至2008年间 张明权主导的诈骗活动累计非法获利达到了1500万余元 最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张明权被北京警方当场逮捕 由他一手创立的这个假局顿时成为了网络的热议话题 网络上 网友们将这个所谓的管理局戏称为史上最牛的山寨局 而张明权也被封为史上最牛的山寨局长 随着警方进一步深入调查 张明权坦白了他的种种心境 原来 他故意带领这个虚构的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全体成员 出席金云友的豪华葬礼 是为了给全体成员以及社会大众一个信号 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是一个合法的国家机关 实际上 在这个诈骗集团内部 许多所谓的工作人员甚至不知情自己已深陷骗局 张明权还自封金云友为烈士 已在平息内部的疑虑 从而铺垫后续更大规模的诈骗行动 那么 张明权是如何设下这个庞大的骗局网的呢 张明权原本是浙江临海市的普通居民 高中毕业后游历四方 2001年 他来到北京 并尝试创立了天平试点社会调查事务所 但不幸投资失败 2003年 他再次投资失败 累计亏损数百万 面对接踵而至的债主 张明权感到走投无路 2004年 他灵机一动 虚构出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 并租用了司法部的旧办公大楼 对外宣称 这是司法部的下属单位 由于该大楼确实对外开放出租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便相信了他的谎言 张明权还宣称 他们主要负责调查各种违法行为 维护市民权益 并自封为局长 张明权这个人啊 他可真是个行家里手 用他那一套花样 把很多人都给骗得团团转 他就跟这些上当的人说 我这个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 在全国各地都要设立分支机构 你们想加入吗 想成为我们的分支办事处吗 嗯 要加入的话 可得先掏钱啊 我们这个单位不得了 你们作为我们的分支机构 自然是要陪备公务车的 这车得我们统一采购 你们就交钱吧 而且呢 我这里除了局长 还缺副局长 政委 局长助理等各种职位 这些都是香波波的好位子 有的人听了 哎呀 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机会 这么好的单位 还缺人少呢 于是 这位张局长就开始操作 说你们想升职啊 想当官啊 那也得需要资金知识 各种名目的费用 一个接一个 所谓的赞助费 借资费统统收入囊中 就这样 张明权一步步地 从许多人那里 骗了不少钱 在张明权这一连串的诈骗活动中 郑杰这个年轻的北京女孩 也走进了她的生活 郑杰大学毕业后 在一家民企工作 但她一直希望能跳槽到一个更体面的单位 2004年6月 郑杰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自称是司法部警示专刊的总编辑 还曾任青海某县副县长的张明权 张明权告诉她 她刚被司法部任命为 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局长 第二天 郑杰就被张明权邀请到了 她所谓的办公地点参观 郑杰看到了车上的中国调查标志 员工们统一的制服 还有挂满了党总支 团委 工会等标识的办公室 她被这一切所震撼 尤其是走进张明权的装潢考究的局长办公室 更是被这位看似精明能干的局长 深深吸引 不久之后 郑杰就成了张明权的秘书 并且两人很快发展成了恋爱关系 2004年8月 有两位来自山东的大汉来到北京 打算与张明权洽谈 在山东设理分支办事出的事宜 按照张明权制定的标准 设立一个省级办事处要收费68万元 县级办事处48万元 更小级别的收费28万元 既然是谈生意 自然少不了请领导吃饭 在酒桌上 这两位山东大汉不停地敬酒 虽然张明权酒量不行 但他还是努力控制着自己 以保持那种领导的形象和风度 这时 郑杰在那挺身而出 对那两位山东的大哥说 张局长他可是公务繁忙的人 多喝两杯容易误事 要不这样 我来陪你们喝吧 话音刚落 郑杰就大口喝下了一整杯酒 真是豪气甘云 以前大家都说 女孩子要么一滴酒不沾 要真喝起来 那可不是盖的 这回真让人大开眼界 郑杰与那两名酒量惊人的山东汉子斗酒 结果居然是郑杰笑到了最后 吃完饭 两位山东大哥也不再犹豫 当场就交了48万的管理费 从那以后 郑杰几次凭借自己的好饮 帮助张明权解决了不少大难题 张明权看在眼里 觉得这姑娘虽然学历不高 但处理事情条理清晰 又有亲和力 善于解决问题 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张明权心里盘算着 得好好利用郑杰的这些才能 2004年9月份 张明权拿出了一份看似官方的文件 神秘兮兮的对郑杰说 小杰 司法部的领导看中了你 同意让你加入我们天平调查员管理局 担任人事处长 这是你的任命书 郑杰看到那份文件上的鲜红的公章 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从一个普通名气的小职员 变成了国家机关的处级干部 这转变太让人震惊了 郑杰很快就开始在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正式上班 张明权还给他赔了一辆专车 有一天 郑杰把张明权请到他家里 想让他那一直对他未来不保太大期望的父母看看 他的男朋友到底有多能干 张明权到了正家 一本正经的对郑杰的父母说 叔叔阿姨 我打算让小杰给你们买个大房子住 这样大家住的舒服些 郑杰的父母一听这话 心里那叫一个美 觉得女儿找了个真有本事的好女婿 几天后 张明权真的拿出了四十多万给郑杰 让他去买房 这时 张明权却让郑杰写了一张借条 一开始 郑杰还有点不解 张明权解释说 写借条也是为了应对上面的审查 这样有据可查 清楚明了 咱俩关系这么好 我又不会真的催你还钱 郑杰听后觉得有道理 就没在犹豫 立刻写下了借条 后来 张明权又以购房款的名义 借给郑杰四十五万 郑杰同样留下了借条 这样一来 总共就近一百万了 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之后 郑杰渐渐感觉到了 两人关系的稳定和深厚 于是他向张明权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但张明权回应道 小杰呀 你得理解我 作为局长 你又是人事处长 我们这样公开结婚 不是给别人找画饼吗 等时机合适再说吧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然而 在张明权最终被抓之后 他对警方坦白了 不愿与郑杰结婚的真正原因 那就是他感觉自己 难以继续欺骗郑杰 一旦结婚 他迟早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在他们交往期间 张明权经常带着郑杰出席各种场合 总是夸大奇才 称郑杰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 甚至还声称他是某高官的亲戚 这样一来 对方自然对郑杰刮目相看 而这些虚构的背景 让张明权在社会交往中 如鱼得水 事半功倍 起初 郑杰并不明白 为什么张明权要这样编造 他的学历和家庭背景 张明权解释道 你现在是人事处长 局里不少人还在议论 说你是凭我们的关系上位的 我这么说 主要是想让这些人看到你硬气的背景 自然而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少些非议 郑杰听后感动不已 更加信任了张明权 然而 一切的美好预期 都在2007年1月26日晚上被打破 那晚 郑杰在陪客人吃饭后酒驾 结果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东风北桥附近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不幸当场身亡 这一事件对张明权是沉重的打击 因为他不仅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女人 更丢失了一个在事业上 囊住他一臂之力的得力伙伴 更糟的是 郑杰去世前不久 外界对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 为了应对这些质疑 张明权决定借郑杰的死 决心一场风光的葬礼 以此张显局的实力 让所有的疑虑声音都沉默 他在浙江临海市购买了两亩地 盖了亭子 办得非常隆重 在郑杰的葬礼当天 他从北京及各地办事处调动了上百辆车 命令所有员工身着致富参加 甚至追授郑杰烈士的称号 试图借此提升局的形象 但这场盛大的葬礼 并没有为张明权赢得公众的信任 反而加速了他作为山寨局长的覆灭 随着葬礼视频的外泄 警方开始介入调查 张明权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妙 为了封堵一些 已经察觉到被骗的人的口 他开始暗中退还部分诈骗的来的钱款 尤其是那些可能会向警方提供证据的受害者 至于那些他认为还未觉察到被骗的人 则暂时置之不离 有一天 张明权偶然翻到了郑杰留给他的两张戒条 此时的他已经走投无路 手头也捉襟见皱 对于曾经的爱情也不再有所估计 急需用钱的他决定找郑杰的父母去要债 当年郑杰的父母用这笔钱买了房子 现在自然是拿不出来这么一大笔钱来还债了 2007年的4月 张明权将郑杰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偿还85万元的借款 这场官司发生在郑杰驱逝后仅仅三个月 法庭上郑杰的父母虽然不否认债务 但他们提出了情感的因素 称当时张明权与郑杰还谈着恋爱 马上就要成为家里的女婿 是出于自愿给钱买房的 所以希望法庭能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判决 但此时的张明权已不再顾忌情灭 坚决要求对方还钱 最终 法院判决郑杰的父母必须偿还这笔债务 无奈之下 这对已经失去女儿的老夫妻 只能卖掉房子来还债 案件调查过程中 还发现在郑杰死后不久 张明权以高官的身份 与浙江一家大企业的女高官黄燕结婚 但黄燕很快识破了张明权的真面目 并离开了这个道貌岸然的骗子 案件发酵之后 张明权涉嫌诈骗 被送交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由于案情重大 审查起诉期限 被三次延长 并且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2010年2月23日 张明权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 2011年7月20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张明权作出了终审判决 被告人张明权犯诈骗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 诈骗犯不管使用什么手法 最终都是利用人们的贪婪来实现其目的 为了防止上当受骗 我们首先应借助贪心 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其次要保持警惕 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对于过于美好的描述应加以怀疑 此外 一定要认真核实对方的证件和资质 对于新出现的单位或组织 可以通过官方网站 或直接联系相关部门进行验证 保持这样的警觉性 可以有效避免被诈骗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